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人在我們社會慢慢的他會形成一種批評 就是說我們要學習的鼻子去包容這些事情 哪怕就是說有些色彩可能不是一個令人覺得舒服 比如說各位一定知道在我們這個限制環境裡面 有些公司還有它的形象的色彩 很難過 有時候真的很難過 那你也不得不去尊重他的色彩 那並不是說好像這個色彩 基本上他用了他以後會對我們的情形 其實有時候心理問題局 到底是說真正在我們生活上呈現什麼樣的疾病 見得但是因為是他的識別標誌 比如說有一種綠色有一種黃色 那你就沒辦法就可以尊重他的這個選擇 我覺得這個色彩基本上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 我想我今天是也可以做一個說明 那個色彩在今天在這個環境裡面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這種情形 那首先這張圖可能各位我也熟悉 這張是這個印象外揮畫時期 我自己很喜歡的文化 就把它放第一張 然後這幅畫 這一個文化要在畫這幅畫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最有興趣的事情是他畫這個煙 因為19世紀末期 基本上在西方是一個大改變的一個時候 那個時候不斷的有一些新的嘗試 比如在工藝這邊幾百多年以後 19世紀末期 整個歐洲已經不大一樣了 那你可以從這張圖上去看到一些建築 一些基礎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開始看到那個大火圈 然後開始看到那個鋼 鋼鐵的材料 開始看到鋼鐵跟玻璃 兩種材料很穩大 然後形成一個建築 一個簡單的建築的一個開始 是有時以後 大概已經一百多年前的這個事情 那麼這個是一個全新的經驗 當時候的人們也不知道 他們所面對的未來是什麼 可是他們開始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一旦這個建築 開始有一些基本的改變之後 他們主要開始看到另外一個 以前很少去領約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光線裡面 尤其在光線的導引之下 不夠玻璃的光線的折射 讓原來應該冒白色煙的 蒸汽煙的這個煙 它就變成一個在陽光的照射 折射之下變成另外一種顏色 也挺像紫色 也挺像紫色 那麼很神奇的 這些事情基本上 就被進入下來 然後開始變成是我們這個生物中的 也就是說 這個很少其實是個物理線 它不是一個畫漿捏造的一件事情 色彩這件事情 原來在我們生活裡頭 它並不是用一個原來的面目出現 有時候呢 它會用一種科學演技的方式 出現在我們眼前 所以像印象牌的這張畫 它畫的時候 當光線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讓那個光線跟某一種物質 產生一個chemistry 一種結合 這種結合呢 就會開始讓這個 整個這個 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事情 開始成了一些 開始成了一些分別的這個變 那麼這個是 我們從這張畫裡面所看到的 一件事 我例如說我們公司看到的一個 一個新的世代的來臨 一個工業的一個世代 這是一個車站 車站基本上就是一個人生 包括生命都會混雜的一個地方 這個人流物流混雜的一個地方 然後還有很多的事情要發生 但是畫家紀錄的這件事情 當我們也看到的一個 我剛剛所講的 以前比較少機會去看的一件事 那莫內當然就更厲害了 這就是他的這個傳世之作 就是對你的印象派 基本上就是從他這張畫開始 就是他把他畫的 然後到日本的那個派遺 然後開始要冒出來的那樣子 然後我因為 這個之前在市民美術館做很短一段時間 就是…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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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